餐時段特製炭燒鍋爐火力全開 店內只賣牛跟羊 清燉紅燒兩種口味 各有各的愛好者 民眾夾起肉來再喝一口湯 大快朵頤 湯頭很棒 這個粉絲有吸那個湯汁進去 很香 很香 對 用外面的牛肉 我覺得就是料理的方式不太一樣 半斤半肉的牛肉鍋 它不會太硬 湯頭也很濃郁 這一家老字號鍋物店 去年在上千名對手中脫穎而出 還是台中市長盧秀燕口袋名單之一 我們在這邊的話 就差不多三十幾年了 所以總共連爸爸家家起來 那差不多六十年 不只這一家台中人超級愛吃鍋 從特色公務店到連鎖火鍋店 無論夏天冬天都有不少消費者光顧 個人小火鍋也有 然後到那種像那種吃到飽的火鍋 單點套餐式的那種的 那價位從平價到高價位都有的 就是從小到大的印象 就是都一直都有各式各樣的火鍋店 台中市府曾經統計過 全國鍋烤美食商機一年超過五百億元 台中就佔了大約百分之二十 而開在台中的火鍋店及燒烤店 各有一千多家 因此去年台中市還首創鍋烤節刺激消費 譬如說在不管是在公益路的商圈 或是文新路這邊的捷運的周邊 我們觀察到越來越多火鍋的業者 可以一邊吃飯然後一邊聊天 不僅台中市民愛吃鍋 歷任市長也偏愛 有朋自遠方來以鍋相待 過去胡志強作東 無論請電影導演劉家昌吃飯 或搖外國總統用餐都選在火鍋店 這次盧秀燕與鄭文燦一起吃鍋前 台中市府內部還經過一番激戰 誕生出隱藏版的火鍋地圖 共點出了11家人氣鍋物店 有些店家著重湯底風味 有的則在食材搭配下功夫 滿足愛吃鍋的台中人 三地新聞中等 這裡見台中報的